字幕志愿者 李明哲 李明哲是我的同事 他已經消失了一年 台灣人無端的 被侵犯人權的 抓到中國牢獄裡面去關 李明哲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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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李明哲無罪 李明哲無罪 言論自由 李明哲無罪 現在在這邊 我們希望能夠替他繼續做的事 告訴中國政府說 你抓了一個李明哲 還有千千萬萬個李明哲 那我們也準備了一些明信片 可以讓大家可以寫信到赤山監獄給他 不管他是不是會被拒收都沒有關係 我想我們就是要不斷的用 血片般的這樣的一個信件 去告訴中國政府 他有通信權 因此我們要寫信給他 抗議中國黑幫戰權 立刻釋放李明哲 我們會不會跟朋友 可以一起跟我們共同的來關注 李明哲目前仍然被關押 在中國的赤山監獄裡面 完全沒有辦法 這個紅色的大布條 其實象徵的就是中國的 這樣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 那裡面呢 被套在裡面的 其實就是象徵著我們的李明哲先生 他被 因為他的網路的言論自由 然後被鐵鏈給套住了 而且他的眼睛也被蒙上了 被黑布蒙上 然後他沒有辦法跟外界溝通 然後他失去了 然後他的人生自由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意象 來去凸顯呢 這整件事情的荒謬 以及不合理 去年的時候呢 李明哲在中國被公開審判 然後李明哲也被要求 被要求自我認罪 在這個部分 我們文山社區大學 都能夠體認到 在追求人權民主的過程當中 這些都是一些不得已的過程 我們社區大學全體同仁 都非常支持明哲 在他的人權的路上 那我們只是沒有想到 在中國一再的宣稱 他的民主泱泱大國的 這樣子的一個 自我宣稱的過程當中 我們作為家屬的 李靜宇女士 我們明哲的太太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辦法探視到明哲 想要跟我們的總統呢 呼籲一下 就是說李明哲已經被抓一年了 而且他接下來 我們還不知道 他還要再被關多久 他這個有五年的 一個有期徒刑 然後還有所謂的 兩年的一個齒鑼公圈 我們不曉得到底李明哲 在中國的赤山監獄 還要被關多久 那到目前為止 他的家屬仍然沒有辦法 去中國探視他 然後寄過去的東西 寄過去的冬天的衣物 也被監獄拒收 那這樣一個狀態 我們覺得 台灣政府作為一個 有義務要去確保人民的 基本權利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的政權呢 他有必要去為他的人民 去主張他的這些權利 那我們當然也看到 今天這個新的陸委會的主委上台 可是知識沒有提到李明哲的事件 我們覺得是非常的一個遺憾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重大的事件 對於整個台灣的政府 還有對於陸委會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他不斷的去凸顯了 我們的政府在遇到中國事物的時候 其實對於保障人民的人權 以及對於維護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自由的國家的這樣的一個表象 其實是完全沒有辦法 做到提供給人民一個有效的救濟的管道的 我們的政府有效的去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說到底接下來 李明哲的這樣的一個不管是探視權 或者是他的通信權 到底要如何獲得確保 以及未來如果還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個案說 到底我們政府會用什麼樣的態度 以及這樣什麼樣的一個做法去因應這整件事情呢 中國他們在2012年修正的刑事注重法 第73條 他們有一個叫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這樣子的一個法令 他們可以半年的時間 秘密的徵訊 秘密的審判 秘密的獲得自白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起訴 那很多人其實已經被逮捕 強迫失蹤已經超過一年了 甚至家人其實還不知道他到底他的命運如何 那這個代表說整個的法令呢 他完全違反了聯合國所訂定的 這個強迫失蹤的相關的法令 違反這個ICCPR 公民政治權利公約的一些規定 那我覺得台灣到底要選擇 跟全世界的支持人權的人站在一起 然後去促進或者要求中國的民主化 然後中國的對人權的重視 還是台灣政府要站在一個 好像整件事情沒有發生 對於這樣違反一個國際人權標準的事情 完全不吭聲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抉擇 整個過去二二八 被強迫失蹤的人們 到今天為什麼還是流血流淚 等待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痛苦 其實就是今天在中國 很多的維權的律師 709的律師 他們現在所遭遇的一個狀況 中國全面的對於他們自己的公民社會的打壓 對於人權工作者的侵害 這件事情 事實上從他們各式各樣的法律的建立 以國家安全或者是保障國家的政權為名 做了一個非常空泛的 而且廣泛的授權 授權他們的警察 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節制的 去進行拘留人民或者是留置人民 特別是在我們今天 包含像李明哲先生的這個案子 他事實上是我們所認為的最基本的人民的權利 也就是言論自由 特別是和平 而且非暴力的 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自由 這個最基本的言論自由 在中國剛才所說的各式各樣的相關的法律之下 一一受到剝奪 而且不僅剝奪的是中國的國民 也剝奪的包含的是外國的國民 包含的是在中國境內 以及在境外活動的這些民間團體的工作人員 李明哲先生的案子非常的荒謬 是因為他在境外所從事的言論的發表 比如說他網路上面的發表 也許在場的媒體記者們 你會在YouTube或者是你會在Twitter 發表你今天所看到的這些事情 也許給一些評論 或者是進行了一些報導的事件 可是不要忘記 李明哲大概就是跟各位做的事情是類似的 但是在一個從事私人的活動的時候 到中國境內去 就遭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可是台灣的公民 以及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國民 卻還要受到中國 輸出他們人權侵害的技術以及手段 所以今天在場的大家 我們每一個人確實都是李明哲 目前台灣政府暫時還是 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重要捍衛者 暫時還是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經常會對於 人民受到的侵害束手無策 甚至他會袖手旁觀 那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看到 他成為加害者 他成為幫兇 那在這種時候 我們必須時時刻刻的警惕 保持運動 比如說Social Movement 這種運動的習慣 在威權復批的徵兆出現之前 我們就先採取預防措施 我們在禮拜五就是上個禮拜五的清晨 已經另外在向聯合國的禁止任意逮捕小組 提出最新的一個申訴 在裡面我們說得非常清楚的是 因為言論自由 因為政治意見而被陸罪跟逮捕 已經構成了任意逮捕的這樣子的一個要件 然後我們也希望任意逮捕小組能夠特別注意到說 明哲不止現在到底是不是人是在吃蟬監獄 另外是他的健康權以及家屬的探視權 目前都還沒有受到足夠的證視 那剛剛伊林也已經有說了 中國即將在今年的10月到11月 接受聯合國普遍定期審查第三輪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準備這個普遍定期審查的報告 那預計也會跟其他國際的原權團體共同提出 親愛的夥伴 我不在對中國說話 我在對你們說話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除了謝謝兩個字 沒有任何一個詞彙 可以表達我現在的感受 我謝謝你們 從去年3月19號到現在 我跟李明哲選擇了一個 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去面對的一個方式去應付 對我們而言 這才是我們看不起的代價 我謝謝你們 沒有讓李明哲獨自一個人 在異國的角落 獨自的秀男 我謝謝你們 對每個正在良心犯而言 只有支持 只有信仰 才是他們唯一錯過下去的命 我謝謝你們 好